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给老弟来关注,来个赞,报选了,咱们书记上回前言一小段,您看,讲道,在当天中午11点多钟,周小斌,刘汉,刘维开着一辆宝马车,正去往陕西神木的路上,此时呢,刘维已经接到消息了,山东济南三阴县,他们的预警煤矿,遭到了爆炸,然后唐信斌的右隔吧,又被打穿了, 此时呢,已经得知,做这个案件的,是山东济南行政大队大队长,叫做陈小致,于似乎啊,他们仨把宝马车,开到了这个山东济南行政大队大门口,这边,行政大队大队长陈小致,也是脚前脚后,刚刚回到大队里边,此时呢,下车以后,这门口有门位吗? 周小致,周小致他们往里进,这边门位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小致一瞅,而这样,您是,啊,我是这里的门位, 你们行政大队大队长,叫做陈小致,在不在里面啊? 啊,这小儿没有什么心眼啊,啊,陈小致也没跟他提前告知,说,啊,我们大队长刚刚回来 周小致,这一听,一甩头,领着刘汉刘维就要往里进,这边,当时这个,开门的说了,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要随便进 再一个,就是平常时期,你们也不能随便进啊,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这当时,刘维这一看,趁夜打铁啊,这陈小致,把唐宪斌,我最好的兄弟,胳膊给打穿了 这边就要往里闯了,当时要回到宝马X5车,把这个AK47跟小手雷都拿着 周小致当时说,你这样,刘维,你挺一下 而我们 是来 揭发你们山东济南 爆炸事件 当时周小斌没有说煤矿爆炸事件,感觉丢营 当时就说了爆炸事件 这个看门的,因为是刘海燕那个爆炸事件 这一听,你们是目击正义 周小斌说,对,我们是目击正义 我们要找你们,大队长,叫做陈小致 我这样,你们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 谢谢了,这边你看,周小斌他们回到车里 这个看门的,也就到楼上,二楼 陈小致的办公室一敲门,就去通报了 说这个陈队长,门口有三个员 说是来这个揭发爆炸事件的 他们是目击正义 说向你报告一些这些证据 陈小致当时这一听 他本身就是从这个煤矿回来 也是搞爆炸事件吗 精神未定吗 这一听刘海燕这个事件 也是我搞的呀 这目击正义 他能是看到是我爆炸的吗 这样 就说我在开会 那个给他们做一下比路得了 就是因为你们也看不见 进来也浪费我时间 我现在就是吊着狗巴 在这喝着茶,缓缓神经 当时你看开门的,也就下楼了 周小斌他们回到车里以后 把这家事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白色网球袋里面装的AK47跟小手雷 此时呢 这开门的下楼以后啊 来到门口 就告诉周小斌他们了 周小斌他们又下车了 说这样 我们陈队长正在开会 你们有什么想举报的啊 是目击正义这纳的正言正识 在门口登一下记 然后做下笔录 回手呢 你们留个联系方式 我会递交给我们陈队长 这周小斌当时这一听 你这陈队长 是不让我们进了 当时周小斌心想 第一呢 行 我不为难这个看门的 第二 在你陈晓智的地盘 你有你的规矩 但是 在我周小斌的世界里 而有我的实力 我的实力中将 打破你陈晓智的规矩 而这样 我不为难你 但是我现在就想见到你们的陈队长呢 这保安 这个开门的啊 咱们简称保安吧 这一听 周小斌说话口气挺硬 再一个 他们开的车也是好车 2007年5月份 宝马差五嘛 啊 唐筛一下 说话特别客气 说那个啊 那你们就得等 何计把你们唐筛走得了 周小斌当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举起电话 打给了山东纪委白道一把 叫做王纪纪 王纪纪 也是跟正法医把 会纪纪把周小斌 之前给救出来的 当时一接电话 也是看在周大老板的面子上 毕恭毕敬的 呀 小斌啊 你说这 而王纪纪 王叔说 我长话短说 我现在在山东济南 行政大队大门口了 我要揭发一下 在你们山东济南爆炸事件 这边呢 我想见一下 行政大队大队长陈小智 可是我进不去呀 你这样 哪个门口的 看门的说一句话呀 这当时 这山东省的纪委白道一把 王纪纪这一听 就这个面目表情了 心想 你这不大财小用吗 你进不去 你给我这么大段位打电话 就我跟门卫说一声 当时 有点说下不来台 你这样吧 你要见陈小智是吧 我给他打电话 周小斌说 那也行 王纪纪 王叔说 我麻烦你了 我三分钟之内必须得进去 也是告诉你 赶紧办 哦 行了 我马上打电话 啪啥这么一挂 你看王纪纪把电话 就打给了陈小智 陈小智当时一些 而我是山东纪委白道一把 王纪纪 王纪纪 您好 你这样 关于你们山东济南 那个建设路爆炸事件 门口有三个证业 要向你举报一些证据 你接待一下 是 应当 你看啪啥这么一挂 这陈小智就把电话打给了门外 门外当时这一看 接到电话 啊 行 是知道 说这样 你们请进 这回你们不用等了 周小斌跟刘维和刘汉 往里走的时候 又确认了一句 周小斌说道 你是开门的是吧 你确定你们陈队长是刚刚回来 啊 我确定是刚刚回来 周小斌一筹表 11点多钟 那么 煤矿爆炸事件 是9点多钟 正好 那么三阴县 离这个行政大队 60多公里 大约 路途要是拥堵的话 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走的是 202国道 220国道 哦 220哦 当时 也就往里进了 来到一楼的大厅 这边又有这个行政 这个阿世过来问了 说你们干什么的 啊 找谁呀 我这样 我们找一下你们 这个陈队长 也是王七级让我们见他的 啊 那行 那我领你们上去 这样 到楼上二楼了 你们等一下 敲一下门 陈队长 门口有三个言 要见您 说这个 那个王七级要来的 哎呀 他们进来吧 这边 你看 这陈队长 掉个胳膊 他这个 胳膊不受伤了吗 这边喝着茶吗 正喝茶的时候 周小斌 刘汉刘维 直接推门而进 这陈队长 跟周小斌 来个四目以对 不吃下 茶水都喷出来了 有点害怕了 再这么一丑 周围的环境 这是我的地盘 行政大队 我的办公室 我能怕你吗 稍作镇定 而你们来干什么 周小斌当时也是开门建设 而我们来是揭发 煤矿爆炸事件的呀 说煤矿爆炸事件 什么事件呢 我不知道啊 你们不是来揭发 刘海燕爆炸事件的吗 当时周小斌这么一听 心想 你陈小致是在跟我要弯着 行 周小斌随即 又开门建设的说道 而如果一个正常人 在装傻卖愣 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今天就想把这个人 变成真正的傻子 我再给你吃机会 我要足够的证据 证明你陈小致 而我的狱警每况炸了 并且炸伤两个银 而我的兄弟也受了伤 哎 算是不是你干的 这边陈小致哪能成因啊 陈小致当时一拍拖子 也是增加自己的气势 我告诉你啊 我知道你周小斌有背景 但是 你好好看看周围的环境 这不是在你的煤矿 是在我行政大队办公室 如果说 你在这样危言耸听的话 轻者我把你们赶出去 重者 我可以法办你们 把门打开 给我滚出去 这边周小斌当时这一听 一甩头 让刘汉之间 把门给反锁了 这边 又一甩头 让刘维又上前 要揍他 当时 这陈小致这一看 要拿电话呀 啊 要打给楼下的行政 啊 小阿是什么 这边刘维啪插电话 一恩 这陈小致一手刘维 他条件反射呀 毕竟刘维把自己的胳膊 这边肩胛骨给打穿了 而且是在后备箱里 当时陈小致也有道 说 你这样 你们也别冲动 那个反思是要讲证据的 我从早上九点钟 就一直在这个行政大队 我没有去过你们 雨景霉矿啊 不信的话 你们让楼下的行政小阿是 上来死多个 挨一个问 如果问出我不在行政大队 我因你们处置 周小斌当时 如果是别人的话 不可能让楼下的小阿是 也上来 但是周小斌 就是不怕事 这样 让他打电话 小阿是上来 这边 刘维把手一松 上来死个小阿是 也就是行政大队的阿是 这边 夸夸也就上来 上来以后 门一打开 进来十个小阿是 这边 你看 这陈小致 也没有着急动手 事先 可让你周小斌 知道 我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你 预警没矿 然后我再把你们轰出去 或者法办 这边 陈小致当时也说了 这边 人家问你们 我们是几点上班啊 这边当时行政大队小阿是说 我们是九点上班啊 那个陈队长 周小斌说 你们陈队长 一直在这办公室吗 给这十个小阿是问愣了 陈队长当时 也说话 说 那个 我九点上的班 你们 是不是都看见了 周小斌也没有阻止 他说这话 这些小阿是当时 也就恍着大悟说 对 那个陈队长 九点就上班了 周小斌说 你们确定呗 这个时候陈小致讲话 我已经告诉你了 给你点脸了 我说来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九点在这上班了 你们把这三个人 给我哄出去 这周小斌 当时这一看 他毕竟 刘维 周小斌和刘汉 离着陈小致近嘛 这十个小阿是在门口 也是刚刚进来 当时 他话音刚落 刘维以顺人不及之言 到044 直接把白色网球包 哗哒拉开了 那个AK47 已经上好堂 哗 给陈小致 怼在这个太阳穴上了 说你妈的 再让他们动 一枪打死你 陈小致当时 我别动了 这边 十个小阿是 也吓一跳 当时顿了三秒 也就反应过来了 有身上拿家伙式的 也举起家伙式了 有拿胶皮棒 讲话来 别动 放开我们队家 此时呢 你看周小斌 特别镇定 刘汉当时拿着 白色网球袋 周小斌 事意拿过来 直接 把那个小喳喳 也给掏出来了 这一举 再次给四个小阿是 吓完了 周小斌 接下来 为了稳定局面 他要做 更大的事情 而这样 你们给我后退 小阿是当时 也后退两步 周小斌 没有让他们离开 然后告诉刘维 而你给我问 陈小致 他承不承印 扎我预警没矿的 这边 刘维就问了 那陈小致 能承印吗 当时死口否认 周小斌 也是这个王牌 小喳喳在手里 拿着 以防你们鱼丝网破 随后周小斌说道 刘维啊 给我开枪 刘维当时 也就接到信号了 哗叉 你看 直接从这个太阳穴 直接挪到 这陈小致 左胳膊吊着 右胳膊上 啪叉 以逊而不及之 掩耳斗灵 只是哗 又给打穿了 当时现场 这十个小二世 本来 如果的话 他们可以进行反抗 但是周小斌 手里有小喳喳 只能看着 队长 队长 这边陈小致 当时 周小斌 又问了 而你叫出来 我再不碍事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 我将现场打死你 你到底扎没扎我 预警没框 这陈小致当时 间接性的说了一句话 我 我去过你 预警没框 这边你看 周小斌 而好 接下来是你们十个小二世 你们再给你们的陈队长做伪证 你们知道做伪证 最次的下场是什么吗 而是扒了你们这身皮 而打个电话 周小斌这时候举着小喳喳 他这时候打着电话 打给了山东 正法医把惠记忌 免提一打开 跟惠记忌说 我在行政大队 济南行政大队的 有当场的十个小阿事 在做伪证 而什么样的下场啊 惠记忌当时 说发生什么事情 说你先不要了解 也就告诉我做伪证 是什么下场 这惠记忌当时说 如果做伪证的话 首先扒了他们的皮 这边 当时这小阿事这一听 是惠记忌 正法一把 管攻减法的管我们啊 当时都吓完了 而行了惠记忌 我回头再打给你 啪啪这么一关 你们说 你们队长几点回来的 是九点来上班的吗 这些小阿事讲话来 一个个都害怕 当时你瞅瞅我 我瞅瞅你 他们心想 我们可以做伪证 为了陈队长 但是陈队长 你那么已经招了 你去过疫情煤矿 而且周小斌又说了 把我的预警煤矿给炸了 当时你假话 把我们十个给装进去了 重者 轻者就拔我们皮 当时十个小阿事说 那个 陈队长啊 既然是这样 伏法吧 这十个小阿事 说了这么一句话 挺反转的 周小斌说 你们可以滚了 这十个小阿事 当时啪啪 也就往楼下跑 当时 你看 楼下还有小阿事 之前听到这个枪声 往上上 没进了屋的 因为这个屋子 已经堵门了 当时又往上上 遇到这往楼下跑的小阿事 说怎么回事啊 这小阿事跟小阿事说 那个 楼上陈队长犯法了 千万别上去 对方 那三个人 都因此咱们正法一把 晦记 而且晦记 毕恭毕敬的说话 这边赶紧下去吧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都这个样 反转了 所有的小阿事 当时都 欺陈队长 而不顾了 陈队长当时 跟屋内彻底傻眼了 周小斌 当时也知道 这是刑侦大队 所以说呢 告诉 刘维和刘汉 而把他给我架走 这边 也就要离开刑侦大队 往楼下走的时候 小阿事当时这么一看 这三个人 把陈队长 架下来了 该工作工作 该看不见看不见 假玩 看不见看不见 别看见我 不能管 不能管了 就是 你看 谁都没有管 顺利的 就把陈队长给架出去了 当时 来到宝马X5车上 这边 这个周小斌 坐副驾 此时呢 这个 陈小志 又往车里怼 后排住了 当时你看 红车硬体 往外自冒 也没给爆炸 这一丑 刘汉 先埋态 我来 刘维啊 把后备箱打开 把他给弄后备箱里 哗嗒 给陈队长 逮后备箱里了 那当时刘汉 拿着AK47 个后排座 这么一指 就指着 你妈的别动啊 刘维开着车 也就要离开 此时呢 你看 正好离开到 大门口 那个门卫的时候 门卫 当时则一探头 说怎么回事啊 周小斌说道 而你是看门的是吧 我来问你一句 你们陈队长 是几点回来的 啊 我们陈队长 我记忆 没错的话 好像是11点多钟 我眼乎乎 看了一下表 周小斌这一看 满行政大队 一到二十 只有你没有说谎 你记住 我叫周小斌 以后再行政大队 有人欺负你了 你找我 啪啪 车就 也就往前开 当时你看 这陈小智 这个后排座 这红色液体 之猫啊 讲话里 他的大茶说话呀 这边你说 说那个 哎呀 周小斌 你们往哪开 给我包扎一下呀 周小斌 当时也说了 我给你包扎 他可以 你说是谁 要你干的 是这个 咱们济南 三马 断机 一样 我干的 当时你看 就把断机 给供出来了 这边 周小斌 说 对呀 给他包扎上 然后把车 一顶 包扎上 随后 周小斌 把电话 就打给了 断机 断机 当时中午 十二点钟 也是这边 省里的 包括阿师部的 都来了 也是调查 刘海燕 这个事件 这边 当时这一刻 我操 北京来的 好 他没有存 周小斌的 好 哎呀 我操 这机 是不是刘海燕 这个事件 喂 你好 您是 这边 周小斌 说 你好啊 老段 你是周小斌 你打电话 什么事情 老段 我没想到 你 斯斯文文的 你居然 爱玩炸弹 老段 这一听 首先想到 刘海燕 又想到 玉井煤矿 你什么意思 你说的话 我听不懂 周小斌说 你听不懂 不爱事 你这样 你是不是派人 到我 玉井煤矿 搞爆破了 我听不懂 你说话 行 陈小智 在我车上了 我让他 跟你通话呀 这个 段 叽叽这一听 我操 陈小智 跟你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 但是陈小智 他这个人 说话 不把握 他 也是我远方 亲信 我可提防 你一下 他这个人 因很狡诈 段 机器之间 也开始 挑拨力尖了 这边 周小斌 把免提 打开了 你跟老段说 是不是老段 让你把我 玉井煤矿 炸了 这边 当时你看 这个 陈小智也听到了 老段 这么说话 陈小智 也反目成仇了 毕竟都想自保 说 这回没有交辜负了 段一合 老段当时这一听 陈小智 你在说什么 我提醒你 那个事情之后 不是你养我 把玉井煤矿炸的吗 老段这一听 那个事之后 老段因为 那刘海燕 爆炸事件 比玉井煤矿 可大多了 毕竟 那是公务员啊 影响大 你玉井煤矿 爆炸 毕竟是私起 再一个呢 就是两个人受伤了 可以私下解决 那么在建设路 那个爆炸 如果真抖露出去了 那可不行啊 他也想着 陈小智还没有 鱼丝网破 这样 陈小智 周小斌听着吧 陈小智说 听着呢 预警没光 是我要你炸的不假 你把电话给周小斌 周小斌说 你诚意了就好 段机器说 哈哈 那个 这样 我们有话好好商量 我们俩 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意识 就是说 我们意识 是一个错误 你这样 周小斌说 我们 意识是个错误 也只是局限于 在 两个耳垒之间 你居然 刹不住车 把我 玉井煤矿炸了 你因为我周小斌 会咬了你吗 这边 段机器讲话 你这样 那个 好商量 玉井煤矿 我那个 我一会儿过去 咱们俩再商量 您看 怎么解决都行 周小斌 因为你去了 指定的带小二十 如果你带小二十 去的话 你因为能 办了我周小斌 那你就带 我那个 我自己过去 咱们 那个私下解决 行吧 周小斌说 那我玉井煤矿 等着你 啪啪这么一挂 段机器挂完电话以后 他就想 要把这个 陈小志给消户了 毕竟陈小志 知道我的事太多了 那么 这个 刘海燕消户了 陈小志带消户了 我第一 我有不用 特别惧怕周小斌 第二 我妥妥的 还是 山东的清官 哎 你看 随后 这段机器 又想到一个人 把电话打给他 要让他 找周小斌 把陈小志给要出来 进行消户 那么这个人是谁 那么 又能把陈小志消户吗 咱们下集 见